请合奖 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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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放奖 那我们继续讲这个六祖腾经 那我们就讲到 波野版第二 那现在就讲到 善思释 无无念法者 文法尽通 无无念法者 见诸佛境界 无无念法者 知佛地位 这个就是 无念法 什么叫无念法呢? 无念法呢 就是这个 六祖腾经说 我此法无容易 无相为太 这个无相 就是看 这个 无注为 为用 我们当是用 其实它经里面不是用用字的 其实就是用 这个呢 无念为中 这本法文的 无念为中 这个是中 中 中体用 怎样能够得到无念呢? 这个是最重要的 整个禅宗呢 在说无念 无念呢 就是心里面呢 不起分别 叫做无念 那怎样才可以无念呢? 无念 首先是无相 无相 这个是无念 特到无念 无念是第三个階段来的 那无相呢 第一件事呢就是要无注 其实这个是一二三 你要先无注 然后才无相 无相 才到无念 那 这个无念 八门 就是说 我们呢 要所有的相 都不要执着 凡所有相 皆是虚妄 那你才能够 能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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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得到这个无念 那 怎样能够得到凡所有相 这些虚妄呢 就是无注 就是你平时呢 每一样东西都不要让你留在那里 那些心呢 不要留每一样东西在那里 一旦留在那里呢 你就会思维 经过人类的思维呢 就是错的 因为人本来就是有很多 有很多分别心的 那你一旦经过你的分别心呢 就不好的 所以说 互来互怨 看来看怨 这个犯来将手 依来将口 那所以呢 依来将手 奉来将口 那所以呢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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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禅宗呢 整天在那里说 无注 你不要 每一样东西 执着 所以呢 你做每一样东西 这个 过去心不可得 现在心不可得 未来心不可得 三生不可得 现在的东西呢 将会成过去了 那未来的东西呢 不要去想它 将来的 以前的东西呢 不要去想它 将来的东西 不要去想它 将来的东西 那现在的东西将会成过去了 所以念念念念念 你将它一日 一日 二十四小时呢 将它斩开到一绝绝 一绝绝 一绝绝 每一秒钟 每一刹那 增开到 一藤子 有这个 这个 这个 六十刹那 一刹那 有九八生命 所以呢 你将它变成生灭 生灭 那你就 不会执着 每一样东西了 所以呢 做每一样东西都是直接去做的 就不会去想它 那就叫做无念 那怎么能够收到无念呢 就是说 这个世界所有的东西呢 都是假的 如果你 你用这个 啊字 这个世界呢 本来是不生不灭的 因为 为什么会有生灭呢 因为我们呢 这个 帮字 来言说 我们有个概念 这个概念的时候呢 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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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 诸法 本来是不生不灭的 为什么会有呢 因为 诸法 本来呢 诸法 最小的东西呢 就是 鱼岳树 有很多鱼岳树 就变成六十一种粒子 六十一种粒子 变成一百零百种元素 所以我生俄大地呢 都是这样生出来的 整个生俄大地呢 都是我们生出来的 所以 呃 我们 是生活在一百零百种元素这儿呢 是 是这一个 有生体的 有实物的 那这一类的众生呢 叫做 欲界 欲界里面 欲界里面呢 欲界里面呢 欲界是包括了粒子的 欲界有六天的嘛 所以我们呢 这个欲界六天里面呢 我们呢 我们呢 我们有衰微生啦 四大暴州啦 这个 这个 这个四大天王住的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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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勒住那裡,兜率天,夜摩天,化樂天,貪化自在天 欲介綠天,欲介綠天都是1808種元素,一是61種粒子 那些天呢,那些天是粒子來的,所以它是可以變化 但是我們是人的時候,我們在這個實物的世界,我們四大部州,林尖部州,林尖部州 西牛賀州,東盛岑州,林尖部州,北驅勞州,四大部州,我們住在這個林尖部州 那你說,你講了這麼多東西,這些都沒有的,這些都沒有的,是因為我們是人 我們是人呢,我們只是領略到這個世界的東西 那你說,全部都是沒有的,那你說,這個天都沒有啦,鬼神都沒有啦 那修行又要來做什麼呢?我們自己人一子公就做完了 那其實就,證明不是的,證明就是我們修法的時候啊,或者感應啊 或者有些人會有接觸到那些靈界啊,接觸到之性呢 我們知道明明有六道的東西,所以我們是看不到的 我們這個是默則世界的東西,這個是默則世界的東西 所以我們是看不到的,這個衰微生 那麼衰微生,印信道師呢就說,衰微生即是喜馬拉雅先生 一說出來就被人罵,喜馬拉雅先生 你,他死亡,有四大天王,山頂就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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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就有,就有瘋里天 那你在哪裡找,找出來啊? 其實,其實呢,他都沒有說錯的 因為衰微生是一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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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個一個,一個,一個筆子來的 就不是實脈的 那你說起馬拉雅山是實脈 即是實脈裏面有粒子存在 即是你如果要去實脈看它 它就是起馬拉雅山 如果用粒子去看它 它就是衰微生,很簡單 即是在起馬拉雅山那裏有這樣的粒子 因為起馬拉雅山是最高的生 所以它住在生頂 肉王大帝住在生頂 四大天王住在生腰 所以四大天王我們見不到 見到也大件事 它有半油筍高 即是四十里 四十里的人你怎麼見到 四十里 四十里就是由這裏去到哪裏 四十里 整個香港只有八十里 換個香港這麼大 當然是見不到,所以它是粒子 所以我們生活在脈質的世界裏面 也不可以否定粒子的存在 如果我們就不能收 如果它是騙法界的 那你就不能領略了 所以這個世界 我們所局限的世界 並不是真的世界 有很多東西都是假的 你看Youtube那些 去到金星 去到火星 又說它有城市 以前有城市 八十四公里 八萬四千公里 三個台北這麼大 所以這些東西 就是我們這些人以前 住在火星 火星 不能住才能走到地球 那不奇怪 不知道要怎麼搞 總而知我們不可以 那些人 那些人 在這個世界 所以 除了人之外 其他眾生都是變野出來的 其他那些粒子 你燒東西給祖先 祖先就是粒子 它不會拿石墨走 現在燒一件衣服給它 那你就燒一件衣服給它 變成粒子 就帶了一些粒子走 那粒子可以縮小 可以放大 很容易帶走 所以你燒東西的時候 不要去摆它 經常摆它 摆了一件衣服 你穿什麼 所以 你不要弄了一件衣服 所以 這些是他們那個世界的東西 所以你要看祖先的生活 現在日本叫做優命蒙特 蒙特錄 現在看電腦都有了 優命蒙特錄 以前有個姓什麼的法官 即是法官做閻羅王 寫出來的 下面好像四川大墓 什麼店都有 下面的生路叫做優命蒙特錄 所以 這個蒙國時代寫的 這個姓黎的法官 姓黎的法官做閻羅王 下面做閻羅王 他就寫出它下面 下面看到的境界 所以看到的境界是粒子來的 所以我們覺得 現在我們覺得這些是實物來的 這張桌椅是椅 我們不可以隨便動 所以我們執取了一個相 我們執取了一個相 我們一定要扮靚 要吃好東西 要這個 要享受 這樣就叫做享受 其實呢 其實不是 其實我們誤會了這些東西是實物 所以才有問題 所以禅宗就是叫你一件事都無相 無相你才能夠無住 那樣東西都是空的 你才能夠 因為那樣東西都是原學說來的 最 講到最後都是原學說 原學說變成粒子 粒子變成1808種元素 所以呢 這個1808種元素 所以為什麼會黏在一件事呢 為什麼會黏在一件事呢 是因為我們的意念 我們有個概念先 這個是言說 即是概念 我們有個概念 現在我要一個反冊 反冊是一個概念來的 所以概念的時候呢 就變成了反冊的實物 那麼這個反冊是什麼呢 這個概念是什麼呢 這個概念去動那些粒子 這是61種粒子 61種粒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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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是原學說 粒子上面有原學說 原學說 再變成1808種元素 所以呢 我們要這個反冊 是1808種元素來的 元素還要加工 加工了才變成反冊 所以呢 有元素走去加工 這些是膠粒 這些什麼 所以1808種元素 走去加工 就變成反冊 變成反冊 而這些元素從哪裡來的 是由粒子變出來的 粒子從哪裡來的 是原學說變出來的 所以呢 這個粒子呢 這個粒子呢 粒子 這個粒子 是默則的十萬份之一 十萬份之一 就是這個 這個粒子的實質的東西 是佔整個粒子的十萬份之一 這個銀子盒 銀子盒裡面呢 這些是叫粒子 小小粒的那些 每一個銀子盒裡面呢 就有六個夸克 六個夸克 有一個是側子 有一個是中指 變出這些東西 然後這個是電子 電子是周圍走的 所以這個畫出來就是電子 所以呢 是佔十萬份之一 這個原學說是多少呢 一百萬份之一 再一百萬份之一 所以是很微細的東西 但是微細的東西 我們是領略不到的嘛 我們是不知道的嘛 這個原學說呢 就是發生了 發界了 這個就是發界 這個就是靈界 粒子就是靈界 我們這個呢 就是默則世界 默則世界 所以默則世界 我們在默則世界 生活的時候呢 我們不知道是由這些東西 變出來的 但是 如果你是有功夫的 有特殊技能的 你就可以解散它再組合了 所以呢 有些人可以解散再組合 現在解散再組合呢 並不是一件很新鮮的東西的 所以呢 現在科學進步 那我們現在我們已經 可以 可以在個實驗室裏面 變個蘋果出來都可以的 第一呢 我們呢 我們呢 我們 我們有栗米 栗米 栗米呢 就是東西的十萬份之一 Narometer Narometer 或者Narometer 又不是叫Narometer 那這個Narometer呢 這個Narometer呢 就是 一米 就等於 一千個 centimeter 一個centimeter 一個centimeter 就是一個cm 一個mm 一個meter 一個mm 一個mm 一個mm呢 就等於 一萬個微米 micrometer 一千個微米呢 就等於 一個Narometer 一個粒米 所以我們現在經常說 粒米粒米粒米 到栗米的時候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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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就是很大作用了 栗米 栗米 現在我們這些物質呢 全部都是 都是 都是 都是組合的 都是複製啊 組合啊 但是到一個栗米的時候呢 到一百個栗米 栗米下面還有皮米喔 一千個栗米等於一個皮米 一千個皮米等於一千個非米 這樣就還有 皮米、非米 但是那些是太小了 沒有用了 為什麼我們說到栗米就完了呢 因為栗米呢 細粉是一百個栗米這麼大 我們最主要呢 就是一百個栗米這麼大 一百個栗米這麼大的時候呢 它就可以什麼呢 它可以複製 它可以複製 複製另外一樣東西 所以那些細菌呢 它是複製的 它不是繁殖的 細菌 這些病毒 細菌還是繁殖的 那病毒呢 是可以複製的 那譬如說你這些 這些什麼什麼什麼 禽流感那些 一隻東西呢 它可以複製的 一隻就夠了 一聲就複製很多 因為它是複製的嘛 所以它可以複製的 所以複製的時候呢 那第二天呢 你去街市那裡 不用買菜了 就是蜂茄 打打打打打 多少什麼 多少什麼 變成蜂茄出來 它是可以複製的嘛 就是它琴一聲就複製 還要複製什麼都可以的 栗米其實 可以複製什麼都可以 所以現在栗米技術呢 應用很多的 什麼栗米飯 栗米什麼栗米 栗米洗衣粉 那些栗米呢 就是說 100個栗米呢 它就可以複製 它可以複製 它可以複製 一聲就可以複製很多出來 所以呢 所有的東西 都是由複製出來的 所有東西都是複製的 只要你能夠用電波去控制這個栗米 100個栗米這麼大的時候呢 你要什麼就要什麼了 就是你最重要是控制到它的栗米 所以你說現在機器也好 人也好 如果你能夠日定 日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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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控制到100個栗米這麼大 那些東西會讓你變 你變什麼就變什麼了 因為你只要把那些 粒子呢 去到100個栗米 栗米都是粒子 來的 粒米都是粒子 來的 那你將它呢 將它去到 100個栗米這麼大呢 它就可以複製了 一聲就可以複製了 一下子就可以很多 就不用繁殖的 繁殖是幾何級數的 2變4 4變8 8變16 這樣變出來的 但是它不是複製 就一下子就 一聲就出來了 所以呢 你只要一種 一種禽流感的病毒 一聲就出現很多 你都不用慢慢再生 慢慢複製 所以呢 這個不是複製的 所以這個病毒 病毒就是100個栗米這麼大 所以我經常講栗米 栗米就是講100個栗米 100個栗米的時候呢 你就可以變出來了 所以我們現在 人所享受的東西呢 全部都是變出來的 全部都是變出來的 那所以呢 所有的東西呢 其實都是假的 那就是同樣的原理 你能夠把東西呢 打到100個栗米這麼大呢 你又可以分散它 原因是 因為到100個栗米 它就可以 可以變回它 打散它 再來 所以這一個呢 這個是特殊技能 當然是念力 這個念力 所以呢 這個是概念來的 人的念力是很厲害的 人是用念力變出來的 那這些天人呢 天人呢 天人呢 你看科幻片都多了 都知道了 它可以念力的嘛 變東西嘛 就是你看看 人員集地球 那些都是用念力的 就是所有的東西都是念力來的 變一些火啊 變一些星啊 那就是念力 念力就可以指揮到 這個100個栗米這麼大 那你可以變成 你要什麼 那你用念力 我要什麼 那這個是概念來的 變了出來呢 就是物質來的了 這個物質呢 是因而不可得 這個物質呢 是沒有這個 沒有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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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獨立性的 這個物質呢 不是 不是這個 這個 沒有獨立性 沒有差別性 這個沒有差別性 沒有差別性 沒有差別性呢 最後都是貴空啦 那麼這個 這個物質呢 沒有自主性 沒有獨立性 因為我們變出來的嘛 這個 這個物質 是我們用意念變出來的 意念變出來的東西呢 所以呢 它是沒有這個 沒有這個 沒有這個 沒有這個獨立性的 沒有這個 沒有這個 獨立性 那麼這個 差別性 這個差別 沒有獨立 那麼這個呢 所以呢 這個呢 到了最後 都是沒有差別性的 所以所有東西 都是空的 不過呢 我們現在在這個 逛了在這個 墨則生活的時候呢 我們就不知道了 當我們能夠 能夠 將這個意念 用到 用到 將那些東西呢 嗯 這 100個nallometer 呢 100個納米 是開點來的 所以呢 你將那些東西 打到100個納米 就翻開 將那些東西 100個納米那裡 又重新再再再再再開始了 所以呢 這個 因為鬼神啊 鬼啊 神啊 這些 這些呢 是一起的 所以呢 所以在法界就不同了 法界就 一人吃東西 就個個都飽的 要法界 因為它是騙法界的嘛 所以它騙法界就是 1010 我們經常都說 那麼 法界就不同了 法界呢 法界呢 就是玄學說 玄學說呢 就是有共振的 這裡吃東西 這裡是飽的 你在香港吃東西 這個 這個 美國會飽的 就是這樣的意思 所以呢 你 你就 我們做火共 這裡燒的 這裡就會得益的了 你在香港做護摩 美國就會得到 所以呢 所以呢 這個就是玄學說 這些是玄學說 所以我們這個 這個 這個佛學呢 其實是科學來的 就是 如果你說佛學 離開了科學呢 那你就沒有 沒有話說的了 就是變了 變了拜拜 拜拜 求 但是你 你怎樣能夠 能夠 起作用啊 怎樣能夠去收啊 你都是要靠你自己的領會 領會 領會到這個世界的東西 是怎樣 怎樣變出來 怎樣成 那你才有的 其實呢 這個佛學就是科學來的 所以呢 佛學呢 因為我們的蒙明呢 不是現在才有的 以前都有蒙明的 這個 摩波羅多 幾萬幾十萬年前 就是我們這個 人類有四十六億年的 地球 有四十六億年的歷史 難道這四十六億年 再到這裡才有人嗎 是吧 當然以前有過很多次人的 所以積累下來的 所以呢 很多宗教呢 這個佛學呢 就是從這個 這個科學方面去解釋 你才能夠可以好好地修行 好好地把握它 把握你的意念 所以呢 你的意念呢 就是什麼都是由意念變出來的 什麼都是由意念變出來的 所以呢 你要控制你的意念 你的意念呢 要教到它空 教到它空了為止 因為你有實際的東西在這裡呢 就會影響到你的意念的運作 因為你有 譬如說要執著的 要執著 我執著一些好吃的 那你就會影響到那些東西咯 你以為這個東西是實有的 那你就 我以為這個粉冊是實有的 我放了一個粉冊 就不能夠放一支筆咯 那所以呢 你永遠都不能夠 那些筆不能夠放在粉冊上面 那你要控制這個東西才行的 那你要控制 如果你想把那些筆 這個手上有一個粉冊 這個粉冊 你想擺個東西 擺一支筆 擺一支筆 到手上 代替粉冊 你要把那些粉冊 那要把那些粉冊 所以你就用念頭去化解它 化解了它便沒有了 沒有了之後的筆便可以放進去 其實 那你 你有了在這裡 你就卡住了 卡住了 你就不能夠放在別的東西咯 所以你全部都變空了 這個就是無念為中 這個就是我們說的無念為中 無念就是一個念頭都沒有 一絲念頭都沒有 截神中叫做赤裸裸 一絲不掛 一個念頭都沒有 一個念頭都沒有 一個無念才能夠產生萬念 才能夠可以變出很多東西出來 因為所有東西都是由無念開始的 如果你不能夠無念 就不能夠解散現在的東西 那譬如說你現在這棟墻 你要穿過這棟墻 穿過這棟墻要怎樣呢 你要分解那棟墻 你要用無念去分解那棟墻 那現在我們當然不可以 不可以做實驗了 但是 艾菲可以 艾菲是甚麼 X檔案 X檔案 他用一些電 用一些電 有一出 現在都沒有 現在不知道他在哪一道 現在做到第幾集 我都沒有看 現在晚上那頭沒有看 也沒有空去看電視 那 問題就是以前看 有些賊佬想去偷東西 那有道鋼門在那 那你要弄了道鋼門走才行 那就充電 用一些電 用一些電 因為是能量來的 可以解散 解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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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實他們不用解散 只是撐大個洞 因為一點點的能量 是組合的 那一點點一點點 那人們就可以穿過去 自己又充電 動盟又充電 兩個人可以穿過去 你又沒有他又沒有 那就可以穿過去 穿到中間停電 在警鐘響停電 在警鐘響停電 劫了一個鋼門的中間 那就是 這個是科幻小說 但是都是實際的東西 所以 又說那個 觀察者 觀察者 觀察者的意志 這個量子力學 除觀察者的意志 他那個神秘人 又叫做觀察者 觀察者 想逃獄 捉住了 想逃獄 逃獄 用一些電去叉 叉了之後 就在其他地方再組合出來 誰知道組合出問題 因為經常有病 頭痛 總而言之 你在那裡解散了 然後再組合 所以現在你要去 你要去 你要去 其他地方也是 傳書 霍克隊長 就進去電梯裡 解散了 解散了就是再組合 其實是可以做到這樣 現在的科學家已經解散了 解散了一件事在其他地方 再組合 這個呢 是講到一個 轟艦 轟艦 那個叫做什麼 的檔案 這個 這個呢 美國已經試過 這個叫做什麼 檔案 一個 一個屎的名字 是吧 灰城實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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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46年 1946年 拿著轟艦 拿著轟艦 在這裡充電 就是綁光 那些電線 充電 充電的時候 充到一會兒 看到綠色光 在其他地方出現了 這個灰城實驗 在第二個基地出現了 那做幾次的時候呢 做到最後呢 有一次失敗了 那些人就 夾了在鐵裏面 因為它融合了 全部都化了 粒子 化了粒子 就夾了在鐵裏面 可以上youtube 看看這個 灰城實驗 還有幾個實驗 都是可以 可以做這件事 所以呢 我們的意念 要去到空的東西 空的東西 這樣就可以了 所以我們 人 究竟來這個世界做什麼呢 不是來這個世界吃飯 不是來這個世界睡覺 不是吃飯睡覺 看電視 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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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呢 不是吃飯睡覺 看電視 享受 享樂 那現在是假的 一出生就想著一層樓 不論你走去供樓 大學北遙就走去排供屋 但是又沒有屋住 你怕沒有屋住 這麼大的地方 郊野公園 拿個帳篷 你不在哪裏住 就住到哪裏 你這麼怕幹什麼 沒有屋住 不用貓樓梯底 我們有些樹 你試一下低睡覺 就是很簡單 所以那些人經常怕 經常要 我要有名譽 有地位 我要有屋住 我要有什麼 一輩子都是為了這些 那你就去了你一輩子 其實你一輩子裡 你是有得昇華的 你是可以進步的 你是可以 可以 可以進步的 那如果你不精華 不進步的時候 你可以號令天龍百步 你能夠號令天龍百步 就最好了 墨宗 所以我們呢 大型衰 大型衰 大型衰是鬼王來的 就是號令靈界的王 鬼王 那我可以號令天龍百步 因為我們是五催襲居地 那你可以號令他們 那你就少了很多 有災禍 有什麼 有些不如意 所以我們修行 最主要是兩件事 一件事是放蒙生 跟著你的冤家債轉 給他吃東西 讓他不要追你 那你就變成他的買飯幫主 他只是保護你 沒有你所願 那這個是最好的 跟著呢 我們要增加福報 共天 共天 因為有些人是跟著我們的 他就是我們的守護神 本命星 本命元神 本命秀 本命耀 本命星 本命星 本年屬星 當年屬星是文曲 伊里達賴達腕 所以是有罩子 所以有罩子 那這個呢 有什麼白羊座 有罩子 有罩子 那你整天供他的時候 供自己那些 本命星 當年屬星 本命秀 這個二十八秀裡面 每天 本命耀 每天都可以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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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這個本命元神 即是你什麼時候的胎 什麼時候出生 本命星 本命元神 本命秀 本命耀 這個本命供 那你供這五個 那變成你的守護神 供得他多的時候 那他就會保護你了 即是你供得他好 因為他經常都跟著你 他的宿命就是跟著你的 那你有這幾樣東西跟著你 冤家債主又跟著你 護法神又跟著你 那你供得多的時候 那你就自然各樣東西都順利了 即是有什麼災難 跟你燒到他 所以這個 這個我們呢 這個空是最重要的 這個空 所以呢 無念 做到無念 無念的時候 你知道所有的東西 所有的東西都是空的 所以不用執著 這個 這個所有東西都是空的 你現在吃的東西 住的東西 用的東西 只不過是維持你的生活的 你穿衣服 是維持你的生命 所以呢 我們穿來穿 都是一件衣服 你整天都穿這件 冬天會穿厚一點的 應該就 有件厚一點穿的 去街上當然有件好一點的 不是人家都走了 都走了 都坐在你旁邊都不舒服了 或者 但是我們會洗的 都會洗的 不過免衣服很少洗 但是呢 所以呢 這些是要來維持生命的 吃東西也要維持生命的 所以不用吃些垃圾食物 你不要吃些好吃的東西 凡生好吃的東西都不好吃 那你就 你就長命罷遂 凡生好吃的東西 好吃的東西 當然加很多微精 加很多人工的東西 所以吃什麼呢 好像我們現在 我們現在是老人家 我們已經67歲了 67歲 本來就應該很多病的 但是我們呢 你說我們 我們現在吃什麼呢 我們吃蜂茄 蜂茄 生蜂茄 吃南梅 吃那些 這些雖然是貴的 吃火龍果 那這些雖然是貴的 都不是貴的 吃少了幾顆而已 那所以呢 不要吃些好吃的東西 我們從來都沒有去外面吃東西的 除了去旅行 要不然我們都在廟裡吃 因為是前午 那去哪裡吃呢 我說你除非出了門 當然要吃 去街頭 當然要在外面吃 我們很少去街頭 我們都不去街頭 不去街頭就在廟裡吃 吃自己喜歡吃的東西 或是好吃的東西都不好吃 那你就好了 所以呢 人不是為了衣食住行 而生存在這個世界上面的 人是有更大的 更大的目的就是 想改善你那個 你的意念 你的意念一清淨的時候呢 那你就會 你長命八歲了 最重要呢 你熬到呢 2025年喔 youtube說呢 有些長生北老藥 十幾年而已 你看看你熬得到的 那就熬到2022 幾年而已 不是 八年而已 不是 不是十幾年 是八年而已 有些藥 可以吃到你長生北老 很容易而已 改變那個DNA就可以了 對吧 DNA跟你改了 裡面的剪 現在你可以剪 不過現在的政府呢 那個名字呢 就說 不鼓勵那些人去做 而是個個都做了 把這些DNA剪來剪去 把那些烏鷹的DNA 剪去老鼠的DNA 把那些老鼠的DNA搏去 它始終都會找到一樣東西出來 把那些人做人出來 但是 當然不鼓勵做這些事情 但是個個都在做著 啊 為什麼可以做到一些 做到一些複製人啊 複製什麼東西啊 個個都在研究著 那 希望研究快點 我們都不知道 沒有多久熬 熬了 熬了 熬了2025年 看來熬了 超過2025年 還要等我 過十年 七十幾 雖然是 雖然是 小心而已 但是都會有事的嘛 所以我們現在的生態 你現在沒有白頭髮 你以前的白頭髮 你以前的白頭髮 現在是沒有 六十幾歲 沒有白頭髮 所以你要吃那些 對的食物 就是你的生態 需要那些東西 你就吃 不需要那些東西 就不要吃 那這樣就比較難 不要因為你的口 就令到你的人受罪 這樣就不會有病 所以我們呢 我們學了佛之後 就沒有看醫生 沒有病 為什麼呢 因為我們是注意那些食物 沒有東西 就是注意那些食物 就是 見到有 不舒服啊 接著就 吃點東西去調和它 那就沒事了 那你就不用看醫生 醫生會跟你調和 醫生看你五分鐘 你病生死的 看你五分鐘 接著要開藥給他 開錯了 又不可以叫回頭 就不會認錯的 所以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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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己醫治的就最好 自己人是條理的 就是人是會自己 自己 自己條理的身體 所以你要每樣東西 吃東西要小心點 那樣條理 那樣條理 不要讓他過路 不要讓他過毒 所以呢 以我此法門 以無念為衷 你要在此無念 無念 無念為衷呢 無念為衷的時候呢 所有的東西都是假的 凡所有的相 那就無相為體了 無念就是無相了 所有的東西都是假的 凡所有的相 加自虛妄 你會做無念 你要做到凡所有相 加自虛妄呢 你就不會想到所有的相 拿到一支筆 你就寫 不要想著那些筆 究竟好還是不好 你吃飯呢 就吃飯 你不要想著那些飯好不好吃 想著那些菜好不好吃 好吃的那些呢 就害你的 好吃的那些 就要多些味精 那就覺得好吃 好吃的那些就糟了 所以你不要想它好不好吃 人家給什麼 你就吃什麼 所以我們吃了供內飯呢 我們都未嫌過好不好吃 因為吃就是吃 好沒有吃而已 填飽的肚子就算了 是吧 那肚子不要填那麼飽 填得飽那裡又不行 你吃七成好了 吃七成 那你這樣 不會過多 一會兒 一會兒做糖尿病 那就大件事了 吃得多它又能消化 變成糖尿病 所以這個 這個 我此法門 善知識 誤無念法者 盟法尽通 誤無念法者 見諸佛境界 所以呢 這個諸佛呢 就是無念的境界 忍和佛菩薩呢 有什麼分別呢 因為佛菩薩呢 每天都是好忍 因為他心裏面沒有掛外 心無掛外 心無掛外 心無掛外的時候 沒有掛著哪一樣東西 而是呢 自由 活潑地去做 所以好像是清手觀音 清手觀音呢 他要動哪隻手 就要動 不是說他可以一起動一千隻手 而是他哪一樣東西來的 就要動哪隻手 所以呢 你的心裏面沒有掛外的時候呢 哪一樣東西出問題呢 你就去應付那一樣東西 啊 那個身體 有什麼問題 你就去應付那個身體的東西 那你就沒事了 你打手去想想想想想想 想太多東西呢 也都是沒用的 所以呢 誤無念法者 知佛地位 善知識 後代誤法者 將此遁教法 依同見同行 發願受辭 如是佛古 所以呢這個 無著 無傷 無念 這個無念呢 就是言學說來的 這個是法生來的 念無就是法生 為什麼誤無念法呢 就是佛呢 因為這個是法生 那麼這個 念這個無相法呢 就是靈界 就是天 靈界 這個無相 憑所 所以我們人的時候呢 就是執著了 我們能夠誤到無著呢 這個就是人 所以我們在人的時候呢 這個就不要執著 那一百零百種元素 那你呢 就可以無相了 無相 無相 而無不相 可以變野出來 變野出來 變野出來呢 這樣都是粗蒙 天人都可以變野 鬼神都可以變野 都是粗蒙的 因為它變出來呢 仍然是有問題的 因為你可以變野而已 所以那些天人呢 那些天人呢 那些天人呢 它雖然可以變野 但是它的生活呢 很淒慘的 因為那些天人呢 它有三個 天有三種虎 一種虎呢 就是五衰尚營 就是臨死的時候呢 因為很長命的嘛 所以五衰尚營也很長 頭上花位 頭上那些花呢 就開始借了 衣償救衛 這三本來不會髒 那麼就髒 這個液下出汗 本來不會出汗的 北落本座 這個北落本座 所以呢 它是這個 這個 上貿 上貿 偉者 本來是很漂亮的 天人天女 很漂亮的 但是它五衰尚營的時候呢 它的容能就會改了 第一容能改 第二 頭上花位 跟著衣償出汗 跟著呢 就北落本座 所以呢 它現在這一個呢 五衰尚營呢 是維持很久的 因為 命長了 維持很久的 那些人呢 那些人呢 其他那些天人呢 就不參理玩了 那些人這麼醜 又出汗了 又頭上花位 又這個 衣償救衛 那些天人不參理玩 所以很孤獨的 那個時候 那些 所以呢 這個 欲戒 五衰尚營 這個呢 五衰尚營 所以那些天人呢 臨死的時候呢 就發言 哎呀 要我下一世做人 不做天人 為什麼呢 天人是享受的時候呢 是很快樂的 你到五衰尚營的時候呢 是很長時間的 但是你享受是一剎那一剎 享受快樂不知是日過嘛 你一萬年 一聲就過了一萬年 接著就到五衰尚營了 其實你是幾乎未享受過 已經到五衰尚營了 你就是一場嘛 你享受的時候 一下子 一下子 享受完之後 接著到五衰尚營了 其實一生出來 就 就到五衰尚營了 所以呢 因為你享受的時候 不記得的 但是你五衰尚營 你是有很久熬 所以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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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人呢 都很慘的 所以他雖然是無相 他都不得解脫 那第二呢 他是呢 他是會死的 天人和阿修羅打架 阿修羅呢 樹在海底來的嘛 那他沒有走的嘛 那天人有走的嘛 那他整天去打他 還有阿修羅女呢 就很漂亮的 帝昔取了他的翠姿 是阿修羅的女兒來的 阿修羅的女兒 因為這個帝昔 整天去搞搞症 那翠姿一生氣的時候 又叫他 又告訴他爸爸 又去打那些天人 天人呢 打架的時候呢 如果一斬到手 斬到腳呢 就會生出來的 斬到頭就會死 所以呢 那些天人呢 都不是 都不是這麼開心的 那些天人都不是這麼開心 所以他五歲上年的時候 他要歸醫 歸醫 歸醫佛化 那你平時是不學佛的 到五歲上年那時候 已經差不多遲了 如果他懂得學佛 他很多可以延長一點 所以呢 那些天人呢 會死的 那第二呢 第三呢 是很害怕 天人是很害怕 那些天人更害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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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第一 愛你 那你說多妒忌呢 天人已經很自負了 但是呢 如果你有些天人 譬如 現在你住得挺好的 天公住得挺好的 有個威水過你的 突然間出現了 那些天人會生天的 那些天人突然間出現了一個威水過你的 就算你做到他化自在天,你可以化出来,化落天,可以化一些东西 天人其实是不可以变的东西,但是他化自在天就不喜欢自己变的 抢人变出来的就是他化自在天,这个是波秦,这个是魔王,这个是欲界天的天顶 所以天人其实是不快乐的,就是常常又很害怕,又怕别人比你叻,比你叻的时候就会趕你走 就找你去守南天蒙,都是天人来的,想你去捧蓬徒,那个都是天人来的,天女都是天人来的 捧着蓬徒的玉帝隔,都是天人来的,为什么不是天人,天人都要做事的,你不够威水就要做事了 你的腹部是好些,又不会病,又不会死,但是呢,你一样是要守门口,一样是要捧东西给别人吃,再做事者 那你又不是一样,一样是这样,所以天人呢,这个虽然是无伤,天人虽然是无伤,但是都不得自在的 我们有执着,不得自在,他没有上那边也不得自在,唯有这个佛的境界呢,就是无念了 无念的时候呢,他就直接无念头,无念头呢,就是变成了恶恕了,开完和闭完 所以整个东西呢,是开完和闭完的而已,整个世界都是开完和闭完 所以他是没有生体的,没有生体是没得受罪的,我们没有哪有得受罪的 发生,发生就没得受罪,发生要变什么就是什么,发生是没有,在这个世界上呢,发生是不存在的 不存在的时候呢,但是发生呢,发生是存在的意念,就是存在的意念,就是不存在的身体 存在的意念,比如说你现在你是地藏菩萨,或者是公僵菩萨,那些是1010而已 0101就是地藏菩萨,1010就是公僵菩萨,00100就是释迦这个 全部都是十方诛佛同一发生,同一发生的时候,他就没有生体了 但是当他要有人去求他,所以有人去求他的时候呢,有人去求他 比如说你求公僵菩萨的,公僵菩萨就认出来了,那就可以认出公僵菩萨 但是你不求他是没什么的,所以那些天人不求的时候是没什么做的,一定的 就是没有,整个世界都是1010,就是整个数界都是1010,1010 那你去求他,他就认出来了,那就是发生嘛 那如果不求他,他是没什么做的,他不会主动去做事的,就是没什么去做 所以知佛呢,非靠之而不章嘛,知佛你这个发生可以感应,但是你不去求他,他是不认的 但是呢,所以呢,他是要认定的,所以呢,我们收东墓的时候呢,有经国灵 经国灵,就是你要收的时候,你要摇他,摇三十七卡,让他醒,叫他醒他 出来才可以出来利益众生,就是你要求他便认了,不求他便不认了 所以那些天人呢,我们是不摇灵的,天人修法是不摇灵的,因为他不入定的嘛 不入定的那些是不用摇灵的,定的那些是要摇灵的 所以呢,这个呢,就是说,他当他不入定的时候,当他入了定的时候呢 他十方诸佛同一发生,全部都是圆岳雪来的,开源和拜源 所以呢,所以呢,这个无念呢,就是没有了,整个自己都空了 那自己都空了,就没有了,那你自己都空了,那以前做的那些福报啊 做的那些公德,就没有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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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就没用了 那所以呢,那些人就误会了,误会了,我以前做的那些福报是怎样的 以前做的那些福报呢,有你的意念在这里嘛,所以呢,所以呢,有你一个意念在这里 这个意念在这里而已,但是那些东西会散开的嘛,那些圆岳雪会散开的嘛 所以呢,到你成佛的时候呢,那个意念会昏下它的时候呢 你仍然是将那些东西变出来的嘛,所以佛有佛徒嘛 就是你一样是有一个导众生的意念,所以呢,你要成佛的时候呢 你要想着要导众生,我成了佛之后呢,我要学这个阿彌陀佛 这个整个极乐世界出来,那你就自己有个极乐世界了 如果你说我不想导众生的,我想休息的,我想享受的,那你就永远成不了佛的了 成佛是要自己有个佛徒,如果佛徒吸引你喜欢的佛 那现在成佛法,那你就会有人拜佛祭法师的,那全部就是在那裡 那就可以现出来咯,那如果没有佛拜的话,那就… 所以你的淺土,淺土在哪里呢?在天上,天上有个地方 你自己形成一个淺土,所以这个佛因众生而有的,要有众生才能有佛 有人求你经过佛才会演员 所以要日面佛月面佛 禅宗说日面佛月面佛 人家问师傅你死了之后去哪里 日面佛月面佛 日面佛住世一昼夜 月面佛住世一千年 为什么会一千年呢 因为他有缘 他有个缘去度众生 他成了佛之后 他还维系着他的缘 所以诸佛位被大悲楚博 就是你的大悲心在那里 所以未成佛的时候 你才发起大悲心 如果你没有发大悲心 你成佛就变成日面佛 日面佛一昼夜 就没有缘 没有缘导众生 所以你不怕捱的 慢慢捱多几细 见多些众生 结多些缘 第二天成佛之后 佛果就变成佛 所以全部都是讲这个 讲这个菩提心 如果你没有菩提心的时候 那你成佛都很快就入聂盆了 没有事做 因为没有人求你 无念 真的到无念 真正无念是没有与聂盆 没有与聂盆 没有与聂盆就没有念 我没有念 但是他诸佛是大悲所博 所以他虽然是没有念 但是他里面还有一个导众生的念头 还会蒙声救苦 他这个念头 不是人家叫救命的时候 人家叫救命 你都不知道他是唱歌 还是叫救命 不知道是封气 还是不封气 那你就是什么 所以 扶习潤生 留一些集气导众生 天台中说扶习潤生 因为你要留一些杂气 留一些邪恶的分别 留一些不封气的分别 你人家叫救命 你知道他在叫救命 你知道他不封气才行 你都没有封气 没有不封气 他叫救命 多好听 那你没办法教人 所以呢 所以 那些小城就说 佛都不究竟 因为你还要救人 很多事情要做 那些人就是要做事的 那些惩罚也是要做事的 不做事就很猛 不做事就要入裂盘 那些人是什么 一个又入裂盘 两个又入裂盘 那这个世界叫谁去盗 你不盗 我不盗 谁人去盗这个世界 所以就是有些 有些不究竟的 不究竟的佛 因为他还有些 还有些悲心在那裡 真是连悲心都空了 你就没有个无意裂盘 所以呢 所以 诸佛为大悲所薄 要发起个大悲心 你成了佛才会利益众生 如果你不发起个大悲心 你成了佛 都不会盗众生 就不要入裂盘 入裂盘 入裂盘 谁会找到你 没有事的 那没有人靠你 你也没有入裂盘 那一个又入裂盘 两个又入裂盘 你无数劫流转 有这么多的 有这么多的 那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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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永远都搞不完 你又不用怕 哇 成了佛之后 做完了 也不用怕 因为你要盗 你除非就没有了 四无量心 没有慈悲心 那不是 你成佛都盗不完 那好过 好过 生了天 永生了 拍一拍一拍一拍 听一拍一拍 哇 那些全部都是白色的 那些人怕我 那些是飞来飞去 那些一定喜欢听的 那些常常都听不完 那所以 所以呢 这个 这个成佛呢 并不是永生 但是永远都做事 不是有事做 有事做才是佛 没有事做就不是佛 我没有事做 谁知你是佛 又没念 没了 哦 又没了又何 那怎么知道你是佛 所以呢 这个 这个呢 这个无念法呢 这个无念法呢 就是心里面呢 一点念头都没有了 这个呢 这个呢 没有执着呢 就是人 这个 没有相呢 就是六十一种粒子 六十一种粒子 就是没有相了 无念呢 就是袁岳书 袁岳书 全部一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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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呢 所以呢 所以你能够 能够放弃世间的执着 那你就能够无相了 能够无相呢 能够做无念 无念的境界 所以呢 这个呢 还有大把东西给我们做的 不是吃饭睡觉 看电视 过一生 吃饭睡觉 看电视 过一生 那有什么用呢 供楼买楼 这个换楼 过一世 过一世 那怎么办 过一世 过完一世 那一层楼就给了你敌人 不是 抛住你的子 那些 那些 你送你到安老院 让你呕呕呕 拿上你的家 一小就给了那子 所以你说这些是责任 你要不要这些责任 我不要 那些人是冤家 无冤不成父子 你们是冤家 不是好东西 不是你的殷人 所以这个智乏善知识 后代吴法者将此顿教法门 依同行同见 同法愿受辞 与是法故 忠而不退 定入胜来 然须传授从上以来 勿传吩咐 不得利其正法 若不见同行 同见同行 在别法中 不得传负 传给前人 如果你觉得这个不是法器 你就不要传 你要是法器才传 所以禅宗传传下就没有了控制 这个不是法器 个个都不是法器 木八时代哪有这么多法器 所以禅宗传目八时代是墨中 还要顾一下现前的东西 你说我们现在收墨中 顾一下现前的东西 我们要消灾盈寿 这些当然是不好 从禅宗看起来 但你没有这些东西又不行 那些人是喜欢这些东西的 叫你明生见性 叫你无念 什么都不要执着 什么都不要执着 不就好时代 你说不是好时代 什么都不要执着 吃就吃就吃就吃 就很好 什么都没有斗志 要吃就吃 要睡就睡 那你值不值得 当然是要博了 所以变成墨中 墨中就比较庆成 收墨中就累了 收墨中更难 求生淨土好过 等阿弥陀佛去做事 所以淨土八门就兴起了 墨中八门就兴起了 禅宗八门就难了 因为为什么呢 因为这些东西 这些东西是见不到实际的东西 其实这个就是 这个就是他们无念 就是他们的根本来的 所以你无念的东西 无念的东西 什么都没有 什么都没有 所以你要度众生 那你无念都要度众生的 如果你完全没有受过这个四横誓愿 没有化四横誓愿 没有什么 那你不到无念的时候 你就一模二叠盆了 所以要成佛 一定要度众生 所以度众生为主 不选给情人 究竟无益 恐如人不解 捧此法门 百劫千生 断佛总成 所以 怕人们不了解这个空性法门 其实这个空性法门 这个无念 无念才可以 才可以 生 生这个 出生蒙脈 所以 这个六祖 这个六祖 讲金刚经 这个五祖 跟他们讲金刚经 那些英无所知 生其生 何其智升 本无 何其智升 本无动摇 何其数码 本无污染 数码就不会污染到一灵 何其数码 本无生灭 何其数码 能生默化 所以 全国空都是数码 空就是数码 即将那些事物看到数码就是空 因为到一灵的时候 开完闭完 那你说到最后 这个开完是什么呢 开完呢 这个就是正 这个就是负 这个就是正 这个就是不动 这个是正 这个是动 这个是强 所以 我们整体在做的时候 是巴伦的两个 强和弱 正和负 黑和白 就是两个东西就会结合成这个世界 成这个孟氏孟默 连你的情绪都是这些东西的 要是强 要是强 要是弱 要是强的时候 就会暴躁 要是弱的时候 就会很弱 所以你在平行这件事 所以整个世界都在强 多一点这个 少一点这个 你动多的那头呢 又不行 静的那头又不行 所以整天在平行这件事 所以最难就是平行这件事 平行这件事呢 能够得到平行就是无念 就散散了 就无念了 所以不惯着 我喜欢的讽刹 不喜欢的讽刹 你没有说喜欢没有说不喜欢 就无念了 很简单的说 这个世界 我没有喜欢没有不喜欢 那就无念了 所以我们整天都是平行这两件事 其实最后是强和弱 就是你有少少强 少少弱 那就产生这个宇宙默默了 只不过它是强和弱 因为它这个弊圆就是圆满的了 这个已经是圆满 所谓的大圆满国就是这个 就是圆满的了 就是圆满的了 但是这个开园呢 它是找人去黏的 因为它有东西它只会动的 这个开园是动的 是常常去动的 这个拜园是静的 这个不动的了 因为它是圆满的了 已经圆满了 但是这个开园呢 你整天找人去黏起它 那么就变了 变了你所有的东西 闻事闻物呢 都是只不过是一灵的 只不过是由这个开园和弊员出来 所以呢你能够 要留一些窄气做众生 你至少知道善恶 知道什么 你禅宗不可以完全没有了 为什么禅宗就是这样 禅宗不可以完全空了 你不可以完全禅宗那套东西 因为为什么呢 因为它是监狱的盟 所以呢你这样才能够 能够做到到众生的东西 这个呢 仿似法门断法总圣善知识 无有益无相解 各须仲取 在家出家 邓衣此修 若不自修 惟记误言 亦无有益 听诵吾语 这个呢 这个叫做无相解 这个说通及心通 如日处虚空 那么说通和心通 这个呢就是这个 这个你识的理论 和呢 你真正的 真正真正的东西 这个呢 所谓说通及心通 就是你识个理论 这个说通呢 你识得说给人听 那个心通呢 就是空 所以这个说通呢 就是开源 这个袁岳说呢 这个心通呢 就是闭源 这个心通 这个说通 这个心通 这个心通呢 一些东西都没有 那一些东西都没有的时候呢 将这个一些东西都没有 都不在那儿 赤裸裸 这个一丝不挂的心 说给别人听 说得出来 说得出来 叫别人做 教到别人做的 那叫做说通 所以呢 你两样东西都要的 又要空性 又要道众生 所以说通 及心通 如日此虚空 又说得 又修得 那就最好了 你如果只是说得 不修得 那又不行 只是修得 不说得 那又不好 所以呢 如果你有修得的 经常挂着修行 因为人家说你不度众生 你经常度众生 人家就说你不修行 所以始终都要平衡的 始终都要有人喜欢你 要有人不喜欢你 如果这个世界 没有永远的敌人 始终有些人喜欢这件事 有些人喜欢那件事 有些人喜欢那件事 你说墨宗有人喜欢 你说禅宗有人喜欢 你说淺宗有人喜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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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有些淺宗不喜欢 墨宗有些 那当然有的 所以呢 所以呢 这一个人呢 无论是人啊 是佛啊 都是要平衡这两样东西的 这个呢 又要说 又要做 所以呢 你有利益众生 但是你自利利利他 这个就是自利 这个就是利他 你不利他 你不利他 你不说 你自己正了 你不说 所以呢 所以呢 就说通 及心通 如逆此虚空 所以呢 你要了解 这个空性的法门 又将这个空性的法门 传下去给大众 告诉大众 怎样去得到这个空性的法门 怎样才可以正道 正了道之后要做些什么 那你这个才是如逆此虚空 为全建聖法 出世破邪中 因为有些中派呢 他不是说这个空有的 即是不是说空的 不是说空的那些呢 全部都错了 因为执着了嘛 所以呢 所以呢 但是 因为有些人呢 有些人呢 是不喜欢空的 有些人是喜欢空的 所以出世破邪中 法迹无顿漸 没有顿漸的话 迷悟有持续 所以有些人呢 是比较迷的 有些人是悟的 即是有些人是喜欢空性的 有些人不喜欢空性的 有人听到空性就害怕的 所以有些人呢 是修静土 有些人修禅宗 所以呢 指指见圣门 如人不可恕 所以呢 他们是收不到空的 因为他们见不到空 不过见不到空都好 他有一个 有一个世界 给他去都好的 他不可以正道 但是呢 他去到那里才正道的嘛 就是他 去到那里才正道 那这个叫做二行道 你一世更正道呢 就是难的 因为这个是难行道 你慢慢做 三大可真奇 你慢慢去正道 但是呢 你禅宗 你不是收完 收完这一世正道就可以了 我一一一一听到禅宗 我就收禅宗 一路坐坐坐坐坐坐坐 坐到正道 我一世就圆懵了 成佛了 明心见性 见性成佛了 那没那么快 禅宗的 我们岂能活无因果呢 我们都要收的 不用收 那就是禅宗 但是你收一收下 到半个厅 出些东西出来呢 你又会障碍你哦 苏东坡 收得这么好 五祖生戒和尚 那南中的时候呢 南美的时候呢 最后有个有钱小姐 喜欢她 有钱小姐 喜欢她呢 那她就 喜欢了个有钱小姐 那跟着呢 就转世了 做苏东坡 那她的有钱小姐呢 就是 她的妾侍 情盟 她的妾侍 她的妾侍 那这个 这个 这个 赵宏 赵宏 那她的妾侍 那变成了 苏东坡 我就是整天 这样子 虽然是好东西 都是好东西 以前是导师 收到 开了五祖师 又是 又是戒和尚 不过不是大致大悟 所以不是一世就可以大致大悟 大致大悟 就连这个招宏都不要 但是你问问 大致大悟 所以后来 那又是再转世 转世这一世都好 有福报的嘛 有福报 但是 但是一样是不够高的 不够罚印高的嘛 所以呢 这一个 这一个 这个 这个 那我懶得搞这么多 一会又转世 转去他 又不要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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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一世 1800年来 王守仁 反复原来 王守仁 就去 庚子 那 这个 这个不是什么 他伸着 他说 哎呀 他说里面是我们的祖师,我们的祖师上一世金生不打开的 他是员工,他说他是员工,开了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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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看 哦,原来见到他,说是1800年来黄守仁恍复原来这个汉 这一世做了革默自知,哇,理学家,扛佛的,都是你们与佛相对的 所以呢,你搞这么多东西,那一世上一世是祖师,这一世是磅伐 那你将人革默自知,就未必是违默论 那你以前就是正道,这一世都是违默论 所以呢,所以你不想搞这么多东西,你去阿彼陀佛那里 到阿彼陀佛知青来回来,不要麻烦 但是有个问题就是,你去阿彼陀佛那里,到阿彼陀佛知青来回来 就是人缘少,就是副作用就是,你的不够多嘛 就是经历不够啊,就是你不够人家这么多经历 那你那个发言呢,就会少一些哦 就是教人念佛,拿回来也是教人念佛 但是你除了念佛之外,没有其他法门了 所以呢,所以呢,这个有好有不好啦 但是有些人是喜欢,喜欢捱的,就捱到够啦 有些人是喜欢炭的,就炭到够啦 那就没关系的,个个有自己的喜欢的 但是有些人是喜欢的,有些人是喜欢的 有些人是喜欢的那样的,就是佛法是适应所有人的更器的 那么,指此见性蒙如仁不可信,即虽孟般合理云归一 烦恼暗杂中,尚衰生为日 所以呢,我们在烦恼暗杂里面呢,我们要有智慧 知道一切的东西都是空的,因为所有东西都是不生不灭 所有东西都是空的,斜来烦恼之,正来烦恼才 你执着它的时候呢,有很多烦恼啦 但是当你知道一切的东西都是空的 这个财愿,财愿,最重要呢 尽人事安天明,个个都想好了啦 如果你尽人事安天明都不要的呢 那你就是,这个是禅中警戒的 但是都没办法啦,普通人尽人事安天明啦 尽人事,但是你没有安天明,得到什么就什么啦 你做尽你自己的能力,那你不要去强求 你不要去强求的时候,你自然就没有烦恼啦 人最重要就是不要强求啦 你强求啊,而不够钱多,就去炒股票,炒孖箭 一输就输了,那就够死了 你打个电话呢,一世都熬了一世 所以呢,起心,这个呢 邪政俱不用,清静智无余 所以呢,你不要执着,又不要,也不要太执着 又不要,也不要完全不执着 那这个呢,就是中庸之道啦 就是你有,户内,放来张口,医来张手 那你又不要,不要说我不分别,究竟医抑或犯 那你又放来张手,医来张口,那你饿死都可以 所以你始终都有个分别的 始终有少少分别,这个叫正分别 所以呢,你一样东西都不分别的时候也都不行 所以呢,这个邪政俱不用,清静智无余 菩提本事性,起心即是妄 所以呢,我们的性呢,本来呢 就是袁岳说来的,一零一零的 我们呢,因为流转了这么久 我们变成了一零一零,黏住了 黏住了,黏住了,变成了实物了 黏住了,就变成了六十一粒子 再黏住它,就变成了一百零八种元素 我们变成了一百零八种元素 那这个呢,本来就是一零的 就是,就是你由一百零八种元素 推到六十一粒子,六十一粒子,推到一零 那这个就是我们的治性了 我们本来就是一零来的 但是我们经过过共内流转的时候呢 已经黏住了 所以现在再打破它一零一零呢 那会不思前不思恶 那打破它呢,所以呢 那所以呢,才能够得到解脱 菩提本智性 起心即時網 靜心在網中 鄧靜無心象 所以你這個清靜的心 什麼叫做靜呢 我們的心本來是1010 黏著沙 現在黏著一塊塊一塊塊 那你把它抹開就變成清靜的心 所以我們是可以清靜的 我們本來就是清靜的 其實這些是很容易抹開的 只要你不思善不思惡 你就可以抹開它了 但是你總是不思善 就不思惡 總是你做一下 你又怕 沒有得吃 那又怎樣 那你怕什麼 沒有得吃 那又怎樣 你穿得不好看 那又怎樣 人家怎麼看你 那又怎樣 那你變成很害怕 很害怕的時候 你兩頭都不到岸 那結果呢 就去迎合一些世人 那就變成 變成追潮流啊 追什麼啊 染頭髮啊 那些油手指甲 那些你學到佛都是 油手指甲 用什麼好油呢 油手指甲 像僵屍一樣 所以呢 所以 叫什麼好油呢 油都五眼六色 塗到一塊 再ências一塊黑一塊黑一塊一塊 一塊一塊 你最喜歡塗頭用眼戶用眼戶用去做黑 人家不夠分才黑 只是無瞪也可以做黑 只要一塊黑色在眼裡面會做黑 那為什麼要做這些事情呢 所以追潮流是沒用的 人家說好看 你就覺得好看了 人家說好看 我說不好看 你不用理他 所以鄧正無生上世人若修道 一切尽不妨常見自己的語道即相當 所以不要求人家的個世 每件事都要自己苦心自盟 第一,人家對你不好 你沒有做業,你怎會對你不好? 做了業,人家對你不好是天公地道的事 你只要做好些事 希望快點燒掉這個業 那你就只要對別人 所以我們各種事 修行也好,修法也好 我們不收錢 為什麼呢?你一定要收別人的錢 人家就收不到,很簡單 你的心是要搖益所有眾生 你有辦法搖益到眾生是你的福度 有辦法給錢人才是福度 不是拿別人的錢 拿別人的錢算什麼福度 拿別人的錢就是你不夠錢 所以你只要派出去 你只要利益眾生 你不要說回報 不要說你要收什麼 收別人的錢收別人 收別人什麼要什麼 自然會有,自然會有得的 你得到開心 好過你得到錢 你都是想開心 你得到錢就開心 你當然想得到錢 你得到開心 好過錢的 你得開心就行了 那你說這點叫什麼 花了錢 花了錢就再找一個 找不到呢? 那就黑食了 那就黑食了 拿公盟 我們現在不用怕 我們過了65歲 那就拿公盟 有老人家 所以這個 這個 不用怕 這些東西 所以你只能夠 拼命地給出去 拼命地給出去 那你的心安就行了 心安就行了 不是說 每樣東西都要算別人的 所以呢 能夠利益人的東西 就是利益人 你不要計較 不要計較 究竟我賺了 或者虧了 我人有沒有好處 那你不計較的時候 你自然可以 所以呢 有什麼煩惱 有什麼什麼 不要將它推到別人的 為什麼人家對我這麼壞 為什麼會這麼不好 你想想你自己對別人好不好 人家對你壞 我們已經對他好好了 那你就再對他好一點 很簡單 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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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國北 常見自己的 語道識相中 識類至有道 國北相防老 離道別密道 終生不見道 波波道一生 道頭憑慈老 所以呢 你經常看不開 那樣看不開 那樣看不開 那樣不信 那樣人家吃虧的 那樣什麼 那你經常計較這些東西 你一輩子都不安慰 那你經常不計較的 你拼命給別人 都不知道 給了之後 都不知道有多少歲命 給了之後就玩完了 那你怕什麼 你怕沒得給 所謂欲得 即是競爭道 行道即是道 無虐智無道心 暗行不見道 若曾修道人 不見世間過 所以呢 世間的東西 你第一 盡人事翁天明 你見到 你所遭遇的東西 是你的業 你的業 你是不可以避 你只有去拆這些業 去解散這些業 人家對你不好 你又要對人家好些 那就燒了那個業 因為你詳細欠人 這一切就給他 那就沒事了 所以你每樣東西都 都當你詳細欠人的 所以你有就給 有就給 或者 那你為什麼怕 我給了沒有 沒有就沒有 沒有就沒有 所以 如果你見我們 我們不斷給 不斷給 你猜 我們一個月成 十幾二十萬 你猜我們很緊張 但是我們不怕的 給完之後他有 沒有 沒有 怎麼沒有 沒有就給了 沒有就給少些 但是 你的心 是要搖益眾生的 佛菩薩都會幫你的 所以我都沒試過 沒試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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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沒錢給 那些人 你的作風 但是你說 那會不會 會不會 好事底 事底 事底都不會 有佛菩薩在那裡 若見他人非 自非 即是左 所以他非 我不非 我非 自有過 所以他自己 錯是他的事 但是 又不關你的事 所以你不要當他是錯 別人對你不好 對你好 有什麼事 他都是有他的原因 做每一件事 鄧治却非心 打除 煩惱破 那你不要覺得 每一件事都看不順眼 那你就每一件事都開心 春有白花 夏有雨 秋有涼風 冬有雪 若無行事 掛心頭 若是人間好時節 見到所有人都是好人 我們未出生 到現在未見過一個壞人 所以 那就好 那要什麼 你現在要當別人是壞人 人家罵你 那些也是好人 問你借錢 也是好人 人家有錢 借給人 人家打你 那些是好人 救回你 那你 為什麼要當別人是壞人 為什麼要當他是敵人 沒有敵人 人家殺你 讓你快點解脫 你沒有問題 有什麼問題 沒有問題 所以 你每一件事 見到都是好人 這個世界沒有壞人 因為壞人是你變出來的 你的心裏面有這樣的東西才變出來 我們這個世界 好像每個人都有一個世界 這個世界是你的 這個世界是他的 這個世界是他的 我你他 這個世界是我你他 我你他 所以每個人都有業 這個是我的 這個是你的 這個是他的 但是三個混在一起 三個聚在一起 那就好像有業報 這個我又回到你 你又回到他 那就變成裡面有些因果 如果你沒有這些因果 你不會跟他搭在一起 如果你沒有他的因果 你又不會搭在一起 所以搭在一起 就是有大家報恩報果的關係 所以呢 你沒有辦法的 大家在一個世界裡面 所以每個人都是好人來的 不是爭你 不是爭你就是爭他 所以你在這一個的時候 既然大家負傷有爭 你當然要還這個 還這個 還這個 那你經歷解脫 你不還的 始終這一世 不還下一世 都要還的 所以呢 這個世界是沒有壞人的 不要以為有壞人 所以呢 鄧自卻非生 打除凡老婆 曾愛不關心 曾祥生兩腳餓 欲而化他人 自須有方便 物令彼有兒 即是自性言 所以你要度眾生的時候 你要幫這兩個的時候 你自己首先要解脫先 你自己首先要看開些些 先 你自己首先要看開些些 你為什麼會跟這兩個人有關係 這兩個呢 你冤家債主 無冤不成 夫婦無仇 不成父子 所以一家人就是仇家罪 不是冤家不罪頭 那既然是冤家 那你當然要解冤色結 那要對別人好些 對你的冤家債主好些 那就自然就沒有了 那你如果你是一 一成為一個家庭 你就起了降 那你降到最後 那你一輩子都做對手 那你沒什麼所謂 一輩子都勾心鬥過 那你仍然是家庭來的 所以 既然是同一個家庭 當然要解決同一件事 所以要付槍尊重 付槍尊重 那你還回他 以前欠你的 還回他就沒事了 或者他追債而已 追了就沒有了 那所以呢 如果你一早就相對 那你一輩子都喊到 喊到下尾了 所以呢 說是這麼說 其實是很難做的 所以我也不做 我也不做這件事 因為以前和我女朋友 由頭喊到下尾了 真是 龍狗雙聰 是屬狗的 那是龍狗雙聰 真是吵架 喊到很厲害 所以呢 所以喊得多 都是不要喊 哈哈哈哈 搞不定的 因為這些 這些是 前世整定的 因為 因為我的手 有一點黑色的東西 就是六歲的時候 塗了一支圓筆 在他的手上 那他又有一點的東西 又是那個時候 就是整定的 就是出來就是 就是他 不過我們走得掉 我們不理他 不理他的時候 他就沒事了 因為沒事的時候 還是有事 跟著呢 早幾年 走來 走來 他在澳門賭錢 賭了十幾十天 賭到天風地 那輸了很多錢 我說 我和你回向一下 哈哈哈哈哈哈 當然搞定了 我和你回向一下 我和你回向一下 當然有事搞你 我和你回向一下 我大哥 你出了家 你和你搞我 我的錢是十方錢 我們的錢 是十方的 我一個星都沒有 我不足金錢 他就沒有聲出 那所以呢 都沒有走的 他都沒有寫牌位 又成的 那你嫁了人 你還走來 走來 走來做什麼 又說要來探我 坐來就傻 那所以這個 這個 始終都是冤家來的 就是都是冤家 未掉的 那未掉而已 那這一輩子掉了 下一輩子又再掉了 那所以 佛法在世間 不離世間角 離世密菩提 仿而投套角 所以呢 我們在世間的時候 要滿足世間的事情 你要避開 又是不行的 所以呢 你要面對它 去解決煩惱 去面對煩惱 你才是 正見明出世 邪見明世間 邪正盡打卻 菩提盡遠營 所以呢 沒有東西對 沒有東西不對 你經常都執著 有利益沒有利益 那這個 始終是頓教 易明 大發船 迷盟 迷盟 經累結 誤在薩那間 所以呢 你這一個 一開門的時候 這個 北施善北施惡的時候 那你一 一迷呢 積了很多東西 但是你一解的時候 一下子就解到了 那我們 我們一開門呢 就沒有煩惱了 但是下一輩子的煩惱又在 所以禅宗就是這樣 以為自己沒有了煩惱 但是下一輩子的煩惱又在 不過他們越來越減少 所以仍然要經過三大 柯爭騎劫 但是禅宗的人都 他是知道有三大柯爭騎劫 但是他又不相信自己會經過三大柯爭騎劫 他是相信會懲罰 但是 但是又怎樣懲罰呢 你一定要經過 你只要逐劑 逐劑 減少些煩惱 就不可以沒有煩惱的 因為想沒有煩惱就難了 想沒有煩惱就懲罰 但是你要逐劑 逐劑 所以我始發門 仍然是不能夠脫離殷果 這個禅宗呢 仍然是 不是見性懲罰的 他要經過三大柯爭騎劫 慢慢才解決 我們今天先講到這裡